关怀长者和民众健康五谷新增社区特地向体育署申请了体势能检测 至于相关的检测项目还有成效又是如何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五谷新增社区为关怀长者健康申请由体育署举办的体势能检测 希望透过专为银宝族设计的功能性身体活动检测 使银宝族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并作为选择规律运动项目的参考 进而提高身体心肺肌肉势能有助于延环老化及失能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健康促进的一个课程浓入到整个社区里面 希望整个社区所有的爸爸所有的长辈都可以天天快乐天天健康 体势能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比如说像心肺功能 或是我们柔软度以及我们肌力这三项 那它其实综合起来就是我们身体日常活动的一个能力 就代表我们的体势能 辅大体育系助理毕孟诚表示 民众应该要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不但可以提升体势能也能帮助自己拥有健康的人生 增进生活品质进而享有健康快乐的生活 长者因为他们运动强度比较不高 那希望他们可以持续运动30秒 那也可以让他们达到运动的时候会喘 然后会流汗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有氧运动 那通常虽然是很简单的动作 可是对长辈他们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做起来其实是有效果有运动到的 在现今的文明社会中民众身体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营养摄取却越来越高 工作与生活压力和休闲时间相对增加 良好的体势能和规律运动 对民众的健康有正面帮助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五股采访报道